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10件最重要的產品 給大家做參考 放心,這段影片沒有任何廣告或贊助 全部都是我自己買 和用過那段很長的時間 好,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是清潔 第一個用的是Befesta碳酸結面泡沫 兩白型 使用方法很簡單 個人喜歡鮮搖雲 確保支出最飽滿的泡沫 份量為A�S Big Bang Turbo Sized 繼續回購這原因是覺得清潔力適中 無論皮膚處於什麼狀態 只要用完洗臉都不會覺得斑更刺濟 適合我這類日常 只需要做簡單清潔的皮膚 小缺點是當皮膚差或暗瘡時 清潔力就量不夠了 另外它有兩款分別是保濕型和清爽型 試過但個人覺得分別不大 總之架上面有貨 隨便買一款就可以了 完成後過水 完成 洗完棉不代表皮膚完全乾淨 趁著毛孔擴張時 我會用Clinique溫和結膚水1.0 完成徹底清潔 這款注打不含酒精 不會對皮膚產生刺激 使用任何一個牌子的棉花球 倒入少量的結膚水在棉花球上面 再重複測試鼻翼 額頭 下巴 嘴角 臉頰 看到棉花球灰灰黃黃就可以了 皮膚經過測試刺激之後 需要加強保養 我會用保濕精華素清爽型 為皮膚做保濕 利用吸管拿到精華素 再放在臉上 均勻塗回剛才的位置 接著就用我最喜歡的innisfree面膜 青檸眉 先倒轉 和輕按包裝 確保裡面的精華重新分佈好 再貼在臉上 倒出包裝裡面剩餘的精華 再拍上臉膜 等十分鐘左右 我回來了 檢查臉膜精華已經被完全吸收之後 就可以撕下來 貼成化妝棉的大小 再輕抹皮膚 最後用手機的熱力 將精華拍入皮膚裡面 然後過水 完成 過水之後 塗臉膜 為面部做最有一層的護膩 先有適當的份量 這款質地輕型 不黏黏 也沒有香料味 使用起來很舒服和保濕 接著就是塗全面 再用手結力按摩一下 令臉膜可以更好地吸收到皮膚裡面 來到Lip Care 我會用凡斯林 為嘴唇做第一層的護理 同樣地 都是拿出少量 然後塗在嘴唇上面 接著就是這個 睡眠唇膜 稀有味 大家可能好奇 上一部不是已經塗了Lip Balm 為什麼額外塗唇膜呢 事實上這 Balm屬於油耳不潤 它是沒有為嘴唇鎖水保濕的功能 而這款唇膜就可以做到了 個人喜歡淋睡前用 用棒落出適當的份量 薄薄地塗一層就已經夠了 改善到嘴唇粒皮的問題 翌日就可以有水潤的嘴唇 來到Ice Care 我會用睡眠眼膜 保濕眼周的肌膚 利用瓶蓋附屬的圓形棒 塗在兩邊眼底的位置 個人覺得做到基本的保濕 但不會改善黑眼圈的問題 試多幾次再買吧 眼膜就完成了 來到Body Care 我會用這個Affino Body Lotion 滋潤全身的肌膚 通常都是根據季節轉變 而轉用另一支 藍色這款是主打輕盈水潤 質地不黏粒 Toxic都很快 最適合在夏天使用 綠色這款是傳統型 質地比較稠 最適合在冬天乾燥的時候使用 拿出大概一粒的份量 再塗在需要的位置 例如手部等等 完成了 沒錯了 全套的清潔和護膚護手 大致上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對剛才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不妨按下下面info box看看 有齊了產品名和價格 這次分享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未看上次東京Vlog的朋友 不妨按右上角這個資訊卡去補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